开88快速公路 百思交车跨越车道 不但在内线时速 只开30公里疯狂挡车 下秒甚至往右逼车 把大货车逼到路间 最后提早下交流道 但这样不够 百车要盯上另一部大车 不但在内线狂踩刹车 甚至不让大货车闪避外侧时攻 逼得大车只能不断降速刹车 烟箭随时要撞上 后方驾驶 冷汗狂飙 前面又有那个工程车 他故意把速度降下来20几公里 那个差一点要撞上那个工程车流 我们后面的人开的人都快要吓死了 而已逼车 警方将开罚最高3万6 并掉扣驾照6个月 但恐怖一幕还有零元 轿车行驶却一路蛇行 左左右右 左右左右 想要抽车 直接开上对象逆向现状 没在怕 但马路骑警还有这里 今天有下雨 这我觉得很妙 而且就是从这一趟这一趟 咪咪妈妈瞎子螃蟹 铺满的不是动饭 竟是大马路 因为淡水中正路 起爬一幕 民众起床惊见 我家门口怎么被虾兵蟹将攻占 立刻拍下po网 直呼该不会是天灾前的预兆 还是为了端午节包 粽子晒虾吗 把马路当自家的热晒场太离谱 但还有这里比晒虾更是虾 小货车化身螃蟹 一路屁股歪歪斜着开 从西滨快速道路 竹北往南辽移动 接着继续开上68号快速道路 一整路很想飘移 让后方驾驶看傻眼 直呼这技术实在太神 根本是新主货车戒车神 马路奇观没有罪神 只有更神 记得里秦鸿玉兰最好报道 谢谢